国庆节假日来重庆自驾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旅行 上一集我们在山城的大街小巷中溜达了一圈 领略了城市中各色人物的光辉事迹 不过我们也更向往户外的风光 我们自驾长安起源A07计划从重庆途经雅西高速 去世外桃源野乐湖解锁远离城市喧嚣的星空露营 为了咱们这次能玩尽兴 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装备 打开后备箱 看吧其实咱们满满当当的准备了这一车 首先是露营装备 像桌子椅子天幕啊还有锅碗瓢盆啊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得欣赏美景对不对 摄影装备是必不可少的 像这个单反无人机都准备了啊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咱们一些换洗的衣服了 哎更重要的是咱们开的这台车 长安起源A07绿牌新的原车哈 满油满电的是可以跑到综合续航1200公里的 因为咱们这次累积的这个往返行程啊 差不多是1800多公里 我们计划呢是只加一箱半的油 非常经济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了哈 小安你好 空调温度调至26度 导航到野乐湖 第三个 为你规划以大陆线 开始导航 准备出发 全程597公里 大约 成都之西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川西 雪山草原海子确实很漂亮 但是很多景点现在都是人满为患 我们这次自驾说好的是静谧之旅 所以必须小众 但是风景必须绝美 好了 现在我们是已经上了这个成余高速了 这里呢是三车岛 并且呢 这个路上的车也不是特别多 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L2级的这个辅助驾驶 解放我的双手了 这个功能呢 真的对于我们这种开长途的来讲的话 非常方便哈 而且很轻松 在一路上 它的这种加减速是很线性的 它可以完成车道保持和自动跟车 并且在路上遇到前方的大车了呀 或者说某个路段它限速了 系统它是会自动识别的 并且我们还遇到那种拥堵路段哈 它就会在后面慢慢的跟着 会让我们整个人轻松很多 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 也不用频繁的去看这个中控屏了哈 还是稍微有点不太安全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前方的这个ARHUD 显示的内容很清晰 包括这个内容也蛮丰富的 像续航啊 限速啊 还有这个导航啊 在上面都给你显示的很清楚 不过哈 它毕竟还是辅助驾驶 我们的这个注意力 还是要保持在前方和开车上 进入大梁山 就必须经过G5金坤高速 这是一条斜跨中国的主干线 修建难度奇高 特别是在雅西高速段 其中泥巴山隧道全长10公里 穿越17条大段层 是四川第二长隧道 隧道两端的气候全年都不一样 在寒冬之际 一端大雪纷飞 一端阳光明媚 堪称世界奇观 泥巴山隧道啊 这个特长隧道 它有10公里 所以它的这个修建难度 还是蛮高的 不过啊 在接下来这个隧道面前呢 它还是差了一点 那就是双螺旋隧道 双螺旋隧道 在修建当时 是世界第一螺旋隧道 现在也是亚洲第一 全长12公里 但是海拔却拉升了700米 通过航拍画面看 就像一个巨无霸的过山车 一公里造价达到了一个亿 而一般高速只有3000万 施工难度极大 各项技术 规模 都堪称世界之罪 你看这个导航里边 这两个大圈圈 实际上我们相当于 是在大山的肚子里面 转了两圈 这个体验还是很新奇的 哇 看 有一小群猴子 你看那儿还有一个母猴子抱了一个小猴子 好可爱 那个猴子好大 那是不是猴王啊 猴哥 你的金箍棒呢 还挺好玩的 都跑了 看来他们还是胆子很小啊 拜拜 缅宁野乐湖 这里蓝天白云 牛羊成群 湖光山色 非常原始 在各大景色都人满为患的对比下 这里还不太被人知晓 在原始森林 高山草垫的烘托下 似乎这里才是世外桃源 到了野乐湖啊 真的有一种反普归珍的感受了 在这么美的地儿 咱们必须得来一顿让人羡慕的湖光店烧烤 岂不美哉 那现在放手音乐 咱们就开始搭建营地 请不吝点赞 multicultural 一些等纪 好了最后还是跟大家总结一下 这次我们从重庆出发的时候呢 续航不是满有满电哈 油电总续航呢是950公里 那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一路过来 到这个目的地的话是615公里 我看了一下表显哈 油电混合的累积续航呢是还有190公里 那这个样子算下来的话 这一次形成的续航达成率是0.81 比重庆市区的0.87是要低那么一点的 不过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毕竟咱们这一路过来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高速加山路 这是比较非电的 而且哈这边的海拔都已经接近3000米了 好在啊电机上高原它是不会高反的 并且呢这一路上的动力也还是蛮充沛的话 不然是游车的话可能就会有点麻烦了 这一路上呢路况还算不错 可能有些小地方有些大坑 不过呀我打开那个五四林全景影像之后呢 都还是比较从容的应对了 晚餐呢我们就在湖边来了一次 电烧烤非常不错哈 因为在大山里面是静止明火的 所以这个时候电烧烤就很香了 并且也很安全哈 那其实呢我们计划呢是晚上还在湖边看一下星空 但是当时下了点小雨就没有完成 还是有点小遗憾 不过总体来讲的话题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棒 柴米油盐 人间烟火 诗和远方 鲜为人知的野乐壶 一定是治愈生活的良方 而这一切 也只要一个周末的时间即可